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重点有三点 第一 从题目检索讯息 第二 从文体检索讯息 第三 澄清西山印象 首先我们来教同学怎么样子从题目来检索讯息 我们要从头来跟同学介绍有效的阅读策略 第一个阅读策略就是检索讯息 第二个阅读策略是统整解释 第三个策略是省思评见 但是要怎么样检索讯息呢 检索文章的重要讯息 很多同学只知道找出重点 画出关键字或关键句 但是该从何处开始找呢 其实检索是有方法可以依循的 检索讯息我们有五个方法 可以从题目来检索讯息 或者是从文体检索讯息 从段落检索讯息 从结构检索讯息 最后一个是从内容来检索讯息 那这个五个方法呢 其实是一个有顺序检索的方式 所以接下来我会用 使得西三页游记为例 教同学怎么样有顺序的检索 第一个检索方法 是从题目来检索讯息 检索题目的目的 是让我们在阅读一篇文章之前 可以先预测重点 对文章的发展产生期待 这样就能够协助我们聚焦 真正开始深入阅读的时候 才不会偏离主题或钻牛角尖 检索的方法呢 可以先把题目断开 题目切得越细 越能够看出更多的重点跟细节 以使得西三页游记为例 我们先来断开题目吧 这是断开的方法 但是不是唯一的方法 同学也可以试着断开看看 断开之后呢 从每一个字或词 我们来想一想 这里可以看出哪些重要的概念呢 在题目检索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篇文章的史 可以看出时间点很重要 所以阅读的时候要注意 前后的燕游有什么不同 燕的过程 游的过程 要仔细去比较它的细节 另外西三这个地点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涵呢 以及文章最后的体悟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重点 再来从记这个字 我们可以确定 这是一篇以继续抒情文为主的文章 因此我们也可以关注 继续抒情文的文体特色 尤其是游记在写作的时候 应当要注意什么 上面所说的这些 都是我们在阅读 使得西三页游记之前 都可以先留意的几个重点 所以记得从题目检索得到的重要概念 并没有标准的答案 大家都可以试着诠释看看 从题目检索出文章的重要概念之后 再来我们来诠释题目的字面意涵 例如燕游是什么意思呢 表面上看起来是燕影的意思 其实深入想一想 它也有热游的含义 第二个检索的方法 是从文体来检索讯息 检索的目的是掌握文体写作的要素 找出检索讯息时候的正确方向 前面我们提过了 使得西三页游记 是一篇以继续抒情文为主的文章 那么继体的文章 有什么重要的特性呢 这些特性和其他文体的文章 有什么不同呢 进入文体检索的时候 我们要先来简单浏览整篇文章 先看过有一个初步印象 接下来才在做有顺序的检索 继续文的写作要素 通常包含人事实地物 只是有些时候 在一篇文章当中 并不是每一项都具备 可能有些文章少了物 有些文章少了实 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大方向 来检索文章当中的重要讯息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找一找 史德西山页游记当中 所提到的人事实地物 检索的时候 同学们也可以仔细的观察 在找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反复了阅读文章的内容 读的时候 有没有更聚焦文章重点所在呢 这篇文章的人 我们提到了柳中原跟他的朋友 以及整件事呢 是登山这件事 时间是在圆河四年的9月28日 地点是在永州的西山 那当然这篇文章里面是一篇游记 他也提到了非常多的景物 除了人事实地物这五个讯息以外 我们不少想一想 在这五个讯息当中 哪一个才是主轴呢 其他是为辅 因为这是一篇游记 睡咒者在游西山的时候 登上西山应该是全文的主轴 所以从题目来看 整篇文章应该还是以空间书写为主 其他的人事物为辅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集的第三个重点 澄清西山印象 首先我们先来想一想 阅读完全文后 你对西山的印象是什么呢 西山的特出是因为高吗 其实啊 西山仅仅一百多公尺 台北市的市寿山当中的巷山 就有183公尺 因此西山比巷山还要矮 所以如果一百多公尺来看 西山这座山 它其实并不太高 这样的形容呢 同学们可能还没有具体的概念 大家都看过101大楼吧 101大楼的总高度 约略五百多公尺高 所以简单的来说 西山只有101的五分之一 所以西山其实并不高啊 特出既然不是指高 难道指的是西山特别的美吗 着真马 粉毛伐之后 西山恐怕同山浊浊 一时寸草不生 所以这边呢 也不是名胜 风景又不美 从文章的描述来看 景色也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西山的特出 我们可以推论 应该不是景色优美 那么西山的特出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在阅读课文的时候 大家不妨跟我一起来找出答案吧 重点回顾 这一集呢 我们一开头教同学从题目来检索讯息 题目检索讯息 可以协助我们聚焦题目的重要概念 第二部分呢 我们是从文体来检索讯息 继续书情文的文体 有五个重要的要素 是人事实地物 第三个部分 老师跟同学澄清了西山的印象 它不是一座特别高的山 也不是特别美的山 但是西山的特别在哪里呢 我们要在后面几集 再来跟同学们介绍 记得点下一集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